深淨土 一深淨土 给主说就是一深当中云云成佛道 不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 也是设放一切祝福 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真能做到不辜负诸佛如来的恩德 不辜负诸佛如来的教导 所以一定要深深体会佛对我们教导的苦心 一定要依交奉献 如果在音上错了 底下说 众得妙物皆是因根 那个妙物有没有呢 有 确确实实的有 这个妙物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是他修定 刚才讲了他不是没有定 他真的有定 世间禅定 那么他这个智慧 比我们一般人要高 我们一般人的智慧不如他了 第二个原因呢 是他多生多劫 文法的寻修 过去生生世世在佛法的寻修 这个善根成了妙物 可惜的呢 烦恼的根没有能够断尽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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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佛最后学成魔了 关键在此地 所以佛说了 根本成淫 能转三途 彼不能处 如来涅槃的活路可修啊 根本成淫 就把佛法误导了 这个误导 有年种 一种是有意的误导 一种是无意的误导 无论是有意跟无意 都要负因果的责任 自己耽误了一生 这不能怪人啊 这个是自作自受吧 误导大众啊 这个罪过不得了了 众生 又远遇到正法了 他这一生明明能成就 你把他拉回来 依照你这个法门修学 而最后还堕落三我道 这个罪过就中了 所以说是避疑不能处 所以说一忙一忙 相亲如猴坑 猴坑是避雨的地狱啊 地狱很容易堕落 很难出头 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 佛在楞严经上 为我们说明世间法的真相 给我们讲七趣 而地狱这一道呢 说的特别多 特别详细 实在是佛的用意 就是给我们提出高度的警告 希望我们小心谨慎 决定不造地狱的罪业 这些是地狱罪业 如来涅槃 如来涅槃 简单地说 就是正成佛果 活路修正 根本成盈了 决定不能成正宫 这个是祝福如来 第一清净明慧 我们怎能够不相信 怎么能够不牢牢记住 以教封信 第一下这个开始就更重要 真正给我们提出 这个五句话了 这个五句话了 诸位同修 一定要多念几遍 牢牢地记住 这是佛对 这一生当中想圆成佛道的人 提出他的要求 不但是这个淫积 积用现在的话来讲 积用现在的话来讲 这个淫积的淫积 我们念佛四一心 决定可以正的 如果达到底下这一句的淫积 断信有 那就正的理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这一心不乱 我们终然不能做到断信有 一定要做到身心剧断 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困难 那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我们五十戒以来的习气 烦恼习气 我们说佛的人知道不好啊 很想把它断除 它偏偏断不了啊 偏偏有这种意念 现前呢 这就是五十戒的烦恼习气 在作祟 不是自己能力能控制得住的 但是他为一害有这样的身 那怎么办呢 静中佛教给我们面佛 第一个 这个佛号不夹杂不间断 佛号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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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